这不是薯片小姐第一次为我下厨了 但那满满一大桌菜 还是让我惊艳了一下 也回味了好久好久 我说这话完全没有让你经常为我做美食的意思哦 只是想让你收到我心意满满的夸赞 我可舍不得让阿淑总是那么辛苦 不过你知道我在吃饭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故事是一部电影 那么眼前的这一幕应该是主人公最日常的画面了吧 但恰恰是这些画面 才一点一滴构建成了他们美好的一生 不瞒你说 我的眼前总会闪过 我们在那张小桌前吃饭的样子 还有你是不是看向我时露出的笑容 也再一次印证我内心的一个想法 和薯片小姐在一起 连空气里都是让人感到幸福的味道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在心里偷偷加了一个愿望 我希望这份幸福也能一点一滴构建我们美好的一生 填满彼此全部的时光 我希望 从我咕咕落地的那一瞬间 就和你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希望 我希望我的灵魂和我的全部 都完全属于你 如果这些都太抽象太复杂的话 那我就只许一个简单的愿望好了 就让我们每天都一起醒来 一起吃饭 一起开心大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cardiac队